俄乌战事方面 俄罗斯网络媒体指出 5号凌晨的5点 俄军黑海舰队谢尔盖科托夫号小型护卫舰 在克斥海峡保护克里米亚大桥的战斗当中 被乌军十余架无人机和无人船攻击 重弹沉没 但是这样的消息没有被俄罗斯国防部确认 此外 顿巴斯全线呈绞杀战阵地战 双方一线战斗部队极度的疲惫 主力部队得不到轮换 从现在位于阿富士伊夫卡的前线 目前俄军在顿巴斯北线 包括克雷门纳亚正在进行一个强烈的反击 乌军也是在这个方向集结了优势的兵力 与俄军进行一个对峙 同时在阿富士伊夫卡以西区域的俄军向西进行突击 当然了 乌军包括亚洲第三旅等精锐部队 也在这个方向上对俄军进行一个抵御 星期二 在顿尼茨克前线的阿富士伊夫卡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沿着别尔蒂奇 谢苗诺夫卡 奥尔洛夫卡 托年科耶一线 依托着河流修建了防御工事 并出动了优势于俄军四倍的兵力进行反击 截至法国时间 离阿诚约三公里左右的别尔蒂奇 阿尔洛夫卡南部和托年科耶部分区域 仍然有俄罗斯武装部队控制 当天 在顿巴斯南线的扎布罗热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攻击拉伯蒂诺南部和东南郊 双方的炮兵积极作战 定居点南郊和东郊仍然处于灰热的地带 两军出动小分队进行反复争夺 在东巴斯中线的新米海洛夫卡方向 对方形成了对峙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军在炮兵的资源下 继续对克里西耶夫卡 伯格达诺夫卡 和伊万诺夫斯基等乌军主要的支撑点 进行突击行动 但是战果不大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有许多两军在一线的接触部队 去年的春天开始到现在的时间 没有进行过修整 星期二的当天 俄罗斯网络和前线的军事记者透露 当地时间早上5点 俄罗斯海军排水量1500吨的小型护卫舰 谢尔盖科托夫号 被乌军多手的无人艇和无人机 在克次海峡击沉 沉没的坐标位于塔吉尔角 9公里处的海面 据悉 此次该舰在执行护卫克里米亚大桥的任务 遭遇到乌军数十架攻击无人机的袭击 其中乌方十架无人机被击落 十余手无人船中的五手被击沉 最后由五架乌军的攻击无人机和速手无人艇 抵达了谢尔盖科托夫号 该舰在沉没前 当时舰上有65人 其中55人被疏散 包括6名受伤的人员 这手属于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 2216型的小型护卫舰 于2022年7月30号入役 全长94米 宽为14米 编制的艇员为80人 最大的航数为30截 经济航数16截时 可续航6000英里 可自主航行60天 这艘舰艇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 遭到了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 多次的攻击并反击而脱险 富豪卫视卢语光 伊万·拉曼·乌拉特 顿巴斯前线的报道